客人現在要用M2S 現在買M2S,現在要做縮時攝影 那要做那種所謂的軌跡縮時 就是ABCD點的縮時 好,我們藍牙打開 藍牙打開 藍牙打開 打開之後呢 開啟我們的 Z Y Play 開啟之後呢,選擇 Clan M2S連結 智雲的雲台全部都有這個功能 它都可以延時縮時 它叫延時縮時 延時攝影 和軌跡攝影 好,我們選軌跡攝影 軌跡攝影選到之後,它就是讓你做點 好,第一個點,做這裡,打開 第二個點 射上去,打開 好,第三個點 你看你要射多長 那我這個 做一分鐘給你們看 確定 那間隔的時間 曝光的時間 你都可以自己定 好,那我們就是 A點到B點 那這個點不要 這個點不要的話 把它取垃圾桶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 這個點設定下去 好 好,設下去 好,那我們就開始錄製 那你這邊 那你這邊就開始按下去 那它這邊就開始跑了 它就一分鐘的時間內 開始跑這個 整個流程 一個一個洞 那你這邊再做縮時 好,它會 一直打 打好之後呢 這個縮時攝影作品就完成了 好,軌跡縮時攝影 好,這邊提供給大家 那你如果是相機放上去的時候 就對應它的連接線 它會去觸動你相機的快門 那麼觸動 然後它就拍攝 然後慢鋪它就會停在那邊 拍完之後它才會動 好,就要對應你的相機 麻煩你自己打 M2S空格 然後你的相機型號 那在Google那邊就可以找到你的相機 跟它的對應性 那麼它就會形成這樣子 好,移動的一個效果 好,幫你做軌跡縮時 好,一分鐘時間到了 好,我們來看結果 還算流暢 大家看還算流暢 但是因為我桌子一直在動 好,我們再播一次 如果你不要去動桌子的話 基本上是還好 因為我手見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